那求神紀念大家的信心 在這麼大的風雨 還來參加晚間聚會這樣 那今天之所以要用這個題目來跟大家分享 是想說這個農曆的新年即將要來了 然後大家都準備好要過年這樣 那也跟大家勉勵從聖經當中 看這些聖靈充滿的例子 早期的教會的工人 他們與神同工 他們被聖靈充滿之後的事蹟 來跟大家做反思學習 那我們先來看一節聖經節 我們請翻開約翰福音十六章第七節 約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第七節 在新約聖經的一百五十二頁 那我們一起來讀 十六章第七節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 我去是與你們有意的 我若不去 保慧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 我若去就拆他來 到第七節就好了 這裡就有說到說 主耶穌要告訴我們 他要離開的時候 聖靈才會降下來 他如果沒有離開的話 那聖靈是不會降下來了 那在聖靈降下來以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什麼事蹟呢 我們先來看彼得的例子 我們翻開 請翻開使徒行傳第四章第八節 使徒行傳的第四章第八節 我們從第八節念到第十節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 對他們說 知名的官府和長老啊 倘若今日 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查問我們 他是怎麼得了痊癒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 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 使徒行傳這裡的經文記載 從第八節記載到 彼得這個時候被聖靈充滿 他在致命的官府和長老的面前 大膽地跟他們說 這個人為什麼會得痊癒 就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名 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名 這個人才可以得了痊癒 他不會畏懼在官府和眾長老 這些有權勢的人面前害怕 他大膽傳講耶穌的福音 主耶穌在世的時候 其實也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面對官府和長老的時候 我們要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態 我們來參考一段經文 請翻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一節 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一節 在新約聖經的九十九頁 十一節說到 人帶你們到會堂 並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慮怎麼分數 說什麼話 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這裡有說到 主耶穌說 在這些官府和眾長老 這些有權勢的人面前 聖靈會開啟我們的智慧 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就像這裡彼得被聖靈充滿時候的記載 聖靈指教彼得當說的話 聖靈讓彼得有膽量 在這些有權勢的人面前來傳講正確的道理 那其實這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可以看這段經文記載 我們要知道說 其實我們不單是要有膽量 同時我們要傳的也是真理 如果今天你很有膽量 可是你傳的不是真理 你沒有按照聖經的記載 那這是沒有用的 那如果你今天按照聖經的記載 那你卻不敢將道理傳出去 你沒有膽量 那也是沒有用 所以既要像彼得一樣有膽量 也要傳講正確的道理 也就是真理 我記得有聽過一個比喻 就是有一個人在異象當中 他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看到真耶穌教會的信徒 他看到 應該說 他看到很多信徒 他的頭是很大的 他身體很小 那相對的 他就看到一個畫面 是看到那個外教會的一些信徒 這些信徒的頭是很小的 可是他們身體是很大的 這故事讓他告訴 這個借這個意象 告訴他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真耶穌教會的 現在不管是網路發達 還是線上有很多的資源 YouTube 或是北區教牧資源網等等 甚至可以連到世界各地的國外去 我們有很多的管道都可以讓我們聽這個福音的道理 那所以我們聽的是很飽足 我們的大腦裡面有非常多的寶貴的聖經教訓真理 可是我們卻沒有很可惜 沒有將這些道理把它勇敢的傳出去 所以身體好像小了一點 可是外教會的那些信徒 雖然他們可能有一些 例如像是教義的東西 他們沒有很精準的把握真理的原則 那可是他們去很努力的去將福音 去告訴那些人說 你要去傳福音 你要來信主 我們努力去傳福音 你要來信主 像我上禮拜也是在上班的時候就遇到一個 也是在 我好像七點半出門 八點前到公司 結果就遇到一個 我也是外教會的信徒在發傳單這樣 那我就說 我其實也知道我是基督徒啦 加上我 趕上班 我也就沒有跟他拿傳單了 只是我就覺得 哇他這樣子平日的時間 來自己這樣子去傳福音 發傳單 很值得我效法這樣 他們是這麼努力的去行 那聖經當中是關於這個真理是怎麼記載的 我們來參考兩段經文 我們請看約翰福音的17章17節 約翰福音的17章17節 十七節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你的道就是真理 再看一節經節 我們請翻開約翰一書的五章第七節 約翰一書的五章第七節 這是記載在新約聖經的349頁 約翰一書的五章第七節 並且有聖靈做見證 因為聖靈就是真理 這裡這兩段經文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什麼樣是才是真理 什麼樣才是跟彼得一樣 彼得告訴這些眾長老和有權勢的人面前 他告訴他們說 就是你們這個被你們定十字架的這個耶穌啊 這個神啊 天上地下人間 除了他以外 沒有人有這個名了 這個名是耶穌基督的名 彼得傳講正確的道理 就是因為有聖靈的帶領 那我們再回來看《使徒行傳》第四章的 回來看彼得的那一段記載 《使徒行傳》的四章十一節 它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 已成了仿角的頭塊石頭 除它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上人間 沒有四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十三節說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 又看見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名 就西齊認明 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些底下聽彼得在傳講道理的這些人 用外表去判斷彼得的時候 覺得這些人很沒有學問 他們覺得他們是沒有讀過書的 可是其實我們在傳 我們不管是我們在傳福音 或是我們在見證耶穌基督的神蹟 我們在講自己見證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什麼樣的學問 我們有什麼樣的背景 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與神同工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你曉得世界上很多的知識 可是你講出來的道理 如果沒有神的靈帶領 你是沒有辦法感動人心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與神同工 即使你沒有很有學問 即使你沒有什麼樣的很豐厚的背景 可是你靠著神的能力 你說出來的話 你說出來的見證 是可以感動人的 那彼得難道是他在《使徒行傳》這段經文的記載 難道彼得一開始就這麼有膽量嗎 難道他是從這個時候就知道要勇敢的傳講真道 即使在這些有權勢的人面前他也不懼怕嗎 事實上並不是彼得他經歷人生當中的轉變 在五旬節之前及五旬節之後 他做了人生很大的改變 那我們來大概看一下他轉變的歷程 我們先看第一段經文記載 第一段經文記載 我們參考馬太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八節 馬太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八節 我們從二十八節念到第三十六節 這記載在新約聖經的第二十一頁 二十八節預備開始 彼得說 主如果是你 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 耶穌說你來吧 彼得就從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穌這裡 風盛大 就害怕將要沉下去 救我 耶穌 你這小性的人啊 為什麼疑惑呢 他們上了船 風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 你真是神 我們到這裡就好了 那這段經文可以記載說 彼得要求說 主耶穌啊 我想要行走到你那裡去 主耶穌跟他說你來吧 主耶穌願意與彼得同工 可是彼得沒有定睛看耶穌 從他一開始 他知道主耶穌站在那裡 可是後來卻因為這些風讓 因為他懼怕的心動搖了 他並沒有定睛看著耶穌 其實耶穌是有能力 讓彼得走到他那裡去的 可是耶穌的神蹟是要照著彼得信心應驗 彼得沒有這樣的信心 彼得軟弱了 彼得並不是像一開始 此圖行傳的八章那裡的記載 四章八節那裡的記載 這樣子就一開始就這麼樣的有信心 彼得也是從一開始的懼怕 被周圍的事物影響 到後面他才知道說要定睛看著主耶穌 他在困境中保持信心 就是定睛在耶穌身上 那我耶穌就趕緊伸手拉住他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段經文的記載 我們請看馬太福音的第26章31節 我們從31節念到35節 馬太福音的26章31節到35節 記載在新約聖經的39頁 31節北七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 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 因為經上記者說 我要擊打牧人就分散了 但我復活以後 要載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說 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 耶穌說 我告訴你 今夜基教以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 彼得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也總不能不認你 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其實這段經文的記載是很有趣的 因為他前後彼得兩次的肯定的告訴耶穌 可是最後聖經明明的記載是 這個後面的故事是照著神的話應驗的 他第一次跟主耶穌說什麼 他第一次跟主耶穌說 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卻永不跌倒 這口氣非常強烈 眾人都會跌倒 就他彼得一個人不會跌倒 而且永不跌倒 第二個地方在哪 第二個地方是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 也不能不認你 他已經有跟主耶穌同死的決心了 他在這裡是這麼樣的驕傲 這麼樣的有自信說 神啊 我要跟你同死 我就是眾人都離開你 我也不會離開你 我必定與你同死 這個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 可是聖經是照著神的話應驗的 最後彼得三世不認主 可是主耶穌並沒有因為這件事就 責怪彼得 還是覺得他怎麼這樣 只是他後來離開之前就告訴彼得 問他三次說你愛我嗎 那你要牧羊我的羊 也就是彼得他其實經歷了 不管是風和浪 經歷了三世不認主 到最後跟主耶穌說 我要牧羊你的羊 我愛你 我要牧羊你的羊 他經歷了信仰的歷程轉變 這當中很奇妙的就是因為聖靈降下來 五旬節以後的彼得 他被聖靈充滿 他可以有這樣子的信仰的長徑 就因為聖靈改變了他 那小弟記得在 約莫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矯正牙齿 那我記得我上牌有兩顆牙齿 下牌有兩顆牙齿 需要拔掉 那那個牙齿的空間 才能夠維持住這樣 那我印象當中 我印象當中 我拔前三顆牙齿的時候 好像前兩三天的時間 都不太能吃飯 我還印象說 我記得我媽媽那時候把肉 牛肉切成小碎塊 然後打到 放到果汁機裡面 打成肉醬給我吃 那我想說 奇怪 不是只有義大利麵 我們在吃肉醬嗎 怎麼我現在連吃個一般的肉 也需要打成肉醬 好像我就沒有了牙齒一樣 那這個事情都要等到 拔牙以後 大概兩三天以後 才會好轉 但那時候我就知道說 我要拔完最後一顆牙齿 剩下最後一顆牙齿沒有拔 剩下三顆都拔了 我知道說我拔完最後顆牙齿以後 我要去帶國二班學生年會 那時候是在中立教會 在中立教會 那我記得我好像是拔 考完期末考的當天去拔牙齿 然後隔天要去中立帶國二班學生年會這樣 那輔導員都要提早到嘛 就到了國二班學生年會的時候 好像我印象當中就是先去後面的餐廳 輔導員一起用餐這樣 那那個時候好像是吃鹹湯圓 那我大概還有一些胃口 可能大概吃個半碗這樣 就肚子稍微墊了一下東西這樣 那到了傍晚的時候 學員就陸續來報道了嘛 那學員陸續來報道的時候 報道完就是用晚餐的時間 才來上司送課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就很擔心 因為那個時候帶國二班學生年會 剛好是我第一次帶學齡會 那加上國二班也不是少特班 我覺得那些可能有很多青少年的小孩 他們是很叛逆的 是管不動的 那我想說那完蛋了 那如果我吃不下東西 因為牙齒我前一天才拔牙齒 那照理來說都是兩三天以後才能吃東西 我是不是就沒有體力 可以跟這些這麼有精神活力的國中生來相處這樣 我怕我的體力被他們耗完 可是很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那一天就正常的 好有飯有魚有肉有菜 我都可以照著 我都照樣吃的下去 我沒有因為我拔牙齒 剛拔完的隔天咬不動 我就覺得很神奇 覺得說原來就是帶學齡會與神同工 既然從第一天從第一天的晚上 還沒有跟學員正式相處分享小組時間的時候 在吃晚餐的時間的時候 神就藉著這件事情告訴我 他其實是可以跟我同在的 他會帶領 那國二班學生聯會就如期的展開了嘛 我印象當中前三天都是沒有學員得到聖靈的 那時候我們輔導員當然也很希望嘛 學生聯會當然就是靈恩降臨的時候 也是希望這些年輕的學子 那趕快得到聖靈嘛 所以輔導員也是很擔心這樣 那那個禮拜四的 印象中是禮拜四 然後倒數第二天的晚上的晚導會 那個時候帶領這次學生聯會的傳道是 陳立龍傳道 那我就印象中 立龍傳道就跟這些底下的學員 還有這些輔導員 中間有件事情忘了講 就是說我在帶學生聯會的過程當中 就遇到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在開會的時候 他的輔導員就說 這個小孩會在小組的時間打其他人 非常不受控 那因為這個輔導員他是 個性是比較溫柔的 比較是好說話 這樣好好的說話好好的講 那這個學員是聽不進去的 他會在小組的時間的時候說動手打人 甚至他會在會堂的桌子上刻彰化 那我們就覺得很離譜啊 正常的小孩是要到很誇張的行徑 才會在會堂的桌子上刻彰化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非常嚴重 非常離譜的事情 就因為這件事情後來我就很生氣了 我就把他叫在我的旁邊 跟他說你坐在我的旁邊 然後聚會這樣 那小組的時間 男輔導員也是輪流去他們的小組時間 觀察這位的學員的表現這樣 那後來這位學員就沒有發生這樣離譜的行徑 那回到我剛剛講的就是要跪下來祷告的時候 利隆傳道就跟底下的學員說 你們有真的渴嗎 你們有真的餓嗎 我覺得如果你們不是真的 如果你們有真的渴 你們有真的餓 不應該是這種聲音的音量 我就覺得他那場的玩倒的聚會 所以有神的靈跟傳道同在 大大的感動 大大的感動我 那我從奉主耶穌聖明開始禱告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場禱告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聲音是跟前幾天的早禱會 玩禱會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果不其然 禱告完以後宣布了三位小朋友得到聖靈 沒想到其中一位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位學員 會在小組時間動手打人 會在會堂上面刻髒話的那位學員 就是他得到聖靈 我其實一開始很困惑很驚訝說怎麼會是他 我覺得他的行徑有點誇張這樣 那後來事後他那天晚上 他們在洗澡的時間我在改小組的筆記本 他就走過來告訴我說 老師我跟你講 其實我在小組時間的時候我動手打人 我為什麼動手打人我不知道 那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 好像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可是我在禱告中不斷地跟神懺悔 說跟那些人說對不起 那我聽到的時候當下就很感動 就覺得說 這就是人的角度看一件事情 跟神的角度看一件事情 完全不同的一個結果 就是因為我用人的角度看到了這些行為 但我卻看不到神的角度 看到他憂心痛悔的靈 看到他跟神懺悔的心 所以神就靈 神的靈就降臨在他的身上 那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小朋友他是有過動的傾向 他需要吃藥的 可是他藥沒有帶來 所以他才會發作 可是靠著聖靈的帶領 他得到聖靈以後 過幾天的學生連會 他都是表現得非常的正常 那這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靠著聖靈的帶領 前後轉變的故事 一個見證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我們可以學習的聖靈充滿的對象 我們請翻開西伯來書十一章第一節 西伯來書十一章第一節 這裡說到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實體 未見之士的確據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這位 這位聖經的人物 他叫斯提凡 他是大有信心的 他被聖靈充滿 在新約聖經的經文 有三次記載 斯提凡被聖靈充滿 我們依序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記載 記載在《使徒行傳》的第六章第三節 《使徒行傳》的第六章第三節 所以弟兄們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 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第二段經文記載 同樣的六章五節以下 大眾都喜悅這話 就拣选了斯提凡 乃是大有信心 被聖靈充滿的人 最後一段經文 記載在七章的五十五節 隔兩頁七章的五十五節 眾人聽見這話 就極其惱怒 向斯提凡咬牙切指 但斯提凡被聖靈充滿 定睛往天 看見神的榮耀 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就說 我看見天開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從這短短的三節經文 可以看到斯提凡是一個很值得 我們效法的對象 他大有信心 智慧充足 他被聖靈充滿 他看見神的榮耀 我們從六章的八節到十五節 可以看到 六章的八節到十五節 這裡說到很多人 那個時候 斯提凡八節說到八節 斯提凡滿得恩惠能力 在民間行了大騎士和神蹟 十節說到 斯提凡以智慧和聖靈說話 眾人都抵擋不住 斯提凡行神蹟 斯提凡靠聖靈說話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眾人抵擋不住 那眾人抵擋不住 他們是怎麼樣面對斯提凡呢 面對這個被聖靈充滿 靠著聖靈說話的人 他們是沒有信心面對的 所以他們買通了那些人 十二節說到 就買出人來說 我們聽見他說 毀謀摩西和神的話 十二節以下 他們就毀謀斯提凡 將他帶到公會裡面 可是斯提凡面對這些人 他並沒有進行生氣的行為 也沒有進行憤怒或是報復的攻擊 反而他面容是很慈祥的 這裡說到大家看到他的反應是什麼 十五節以下 在公會裡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 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你能想像一個人在面對毀謀 在說他毀謀摩西的話 褻瀆神的名 在說他一些 都是他沒有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沒有憤怒 他沒有生氣 他的面容還像是個天使嗎 這個斯提凡真的是要很有智慧 並且要被聖令充滿的人 才能在別人這樣子污蔑你的時候 來進行一個這麼有修養的舉動 第七章經文以下 記載 《使徒新傳》七章經文以下 就記載說 斯提凡告訴他們說 他在傳揚什麼是真道 他藉著聖經的故事 藉著歷史書 藉著詩歌 藉著先知的書信 告訴他們這些百姓說 其實什麼樣聖經的道理是合乎聖經的 聖經的道理什麼樣是真理 他跟他們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 告訴他們說 耶穌是這個獨一神 來拯救我們的這個人 可是眾人聽到卻非常的憤怒 覺得說 斯提凡你怎麼感覺好像在教訓我們一樣 可是 斯提凡卻不以為意 他還是繼續的勇敢傳講神的道 所以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他不但是不在乎別人是怎麼樣詆毀他 毀謗他 他還是能夠在面對挑釁之下 做出得體的回應 並且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他是很熟悉聖經的 他可以大量的引用聖經 來將聖經的教訓告訴自己 來勉勵自己也教訓眾人 那不但如此喔 第七章的五十四節以下的經文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段經文我們來一起念一下 我們從五十四 五十四節 七章的五十四節念到六十節 七章的五十四節 一百七 眾人聽見這話 就極其惱怒 向斯提凡咬牙切齒 但斯提凡被聖靈充滿 定睛望天 看見神的榮耀 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就說 我看見天開惹 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眾人大聲喊叫 摸著耳朵 其心湧上前去 選贈的人 把衣掌放在一個少年 名叫扫羅的腳前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 斯提凡呼籲主說 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右下大聲喊著說 主啊 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說了這話 就睡了 扫羅也喜悦他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斯提凡被聖靈充滿的人 時候 他不在乎他 是不是在被石頭丟 也不在乎他生命 什麼時候會結束 在斯提凡的見證當中 我們看見 生命的價值 不在於時間的長短 生命的價值 在於你是否與神同工 斯提凡在短短的 這段經文的記載當中 記載了他看見神的榮耀 一個人是要跟神 非常親近的時候 他才能看見神的榮耀 馬太福音五章十節 那裡說到 為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斯提凡正在為意受逼迫 他看見 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其實很多 很多經文 聖經的經文都是記載 耶穌坐在神的右邊 可是 主耶穌站在這裡 看到斯提凡在為了意受逼迫 為了他的名在被打的時候 他是站起來的 所以主耶穌是迎接 斯提凡凱旋歸來 斯提凡定經向耶穌 他的眼睛只專注在看見神的榮耀 他不在乎外面的環境是怎麼樣的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只看見神的榮耀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說了兩句話 他說了 他說了 主耶穌求你不要將這些罪定到他們身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 求你接我的靈回去安息 這個其實也是效法主耶穌的樣式 主耶穌在離開生天 在離開世界以前 他也講了類似斯提凡的這兩句話 也可以說是 斯提凡是因為被聖靈充滿 他活出基督的樣式來 他效法主耶穌的行為 因為他跟聖靈充滿 所以他的表現很像主耶穌的樣式 我們來看主耶穌的樣式是什麼樣的樣式 我們參考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節 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節 我們先來看另外一段經文的記載好了 我們先來看另外一段經文的記載好了 我好像這記載我寫錯了這樣 總之主耶穌在離開 在世離開以前 他也是告訴他的神 也告訴他神 就是獨一天上的神說 神啊求你不要將這些罪定在這些人身上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並不曉得 那同時主耶穌也告訴他們說 他們他們 他們 他們 主耶穌告訴他們 他們永生的盼望 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 主耶穌告訴他們說 求你接收我的靈 也告訴他說 主耶穌告訴神說 求你接收我的靈 也告訴神說 求你不要將這個罪歸在他們身上 因為他們所做的並不曉得 那其實從這段經文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司體凡他是一個大有信心的人 他面對險惡的環境 他專心看神的榮耀 他沒有被外在的失誤所影響 甚至他最後也效法了耶穌的榜樣 告訴他們說 主耶穌啊他們所做的並不曉得 你不要將這些罪歸在他們身上 同時他也告訴神說 求你將我的靈魂收回去 我要與你安息這樣 那其實在嘉義的這個南星教會 有一位傳道娘 羅生生傳道娘 她的見證也是一個大有信心的見證 這個見證是這樣 這個傳道娘呢 她那個時候生病了 身體非常的虛弱 那有時候常常吃不下 那吃飯的時候也 吃飽以後也會把吃的東西吐出來 那身體非常的不舒服 也不太能走路 那傳道娘是一個很熱心 愛聚會的一個信徒這樣 可是他最後卻因為 這個身體每況愈下 那可能就只能在 家裡來祷告求神這樣 那可是傳道就覺得說 啊怎麼傳道娘 這麼痛苦了 我卻沒有辦法幫助她這樣 可是他就只能 傳道也只能幫助她祷告 為她祈求 傳道就跟他說 傳道娘既然身體已經 這麼不舒服了 那你去看醫生好不好 可是傳道娘堅持不看醫生 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到傳道娘離世以前 她沒有任何的紀錄 她的健保卡是沒有看過醫生的 那那個時候甚至 她不知道為什麼原因而離開世界 不知道為什麼而死的 所以那些人決定要把 傳道娘的身體解剖 來看她是怎麼死的 最後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人她是因為癌症來離開的 傳道娘覺得生命的長短 在乎神 生命什麼時候結束 都是決定在神 所以她不想要去看醫生 她覺得說她只要禱告 那神什麼時候要接她回去 這都不是 也不會是她想要去決定的 那有一次呢 傳道娘就因為安慰傳道 因為傳道就很難過嘛 她覺得我的妻子都已經 這麼病痛了 那她還堅持不看醫生 那她知道說 總有一天傳道娘要先離開她而走 這樣 那所以她就覺得心情很不好 那傳道娘就跟她說 那我們一起去河堤那邊 來看芒草 她傳道娘看到這個芒草的畫面 就跟傳道說 你看啊 這個芒草風吹來的時候 它會飄來飄去 它會起起伏伏 就像我們的人生一樣 同時這個芒草 你看它有偏黃的 有偏白的 偏黃的好像這些 偏黃的好像這些 剛出生的婴兒 甚至是青少年時期的這些 很有活力的青少年一樣 可是老的白的 偏白的芒草 很像是我們年紀越來越大 身體漸漸衰老 我們的體力不如以前的時候 這個有偏白色的芒草 老的時候會枯萎 可是生命的結局只有一個 最終我們都會像那些芒草一樣 枯萎 刁萎一樣 這個世界上神創造生命的結局 就是死亡 所以傳到你要安慰 傳到說 我們的人生要看淡 就像這個芒草一樣 我們堅持不看醫生 我們憑信心 來靠著神的帶領 那前四天呢 在嘉義的鋪子教會 有一個職士 它叫黃永泰職士 在四天之前 盟主召回安息了 那這個職士呢 他原本是一個身強體健的人 大家對於他的離開 都感到非常的錯愕 覺得怎麼會這麼一個健康的人 一個職士 以我們而去呢 怎麼這麼突然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才知道 這個黃職士 他是在這個中華電信工作 他們中華電信 有例行的員工身體檢查 那在檢查的過程中 其實這個職士 他早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 是肺癌 可是他就將他那個檢查報告書 放在他的抽屜裡面 公司的抽屜裡面 他就當作沒有這件事情發生 他覺得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不管 他就是靠神 所以家裡沒有任何人知道 到今年的1月1號 我身邊有一位同齡 他們家 就是去爬山的時候 就遇到這位職士 他覺得說 只是還是老 年老還是身強體健 還可以爬山耶 在1月1號的時候 去年1月1號的時候 一位癌症末期的人 還可以有堅強的 身強體健的體力去爬山 你可以想像 這個需要有多大的神蹟 才能夠發生這件事情嗎 可是沒想到 在四天前離開了 那不過很感謝神的是 其實職士在知道說 自己已經得到病以後 他就選擇了退休 那感謝神 他的兩個兒子 也陸續在教會完成婚禮 那他也在這個花蓮 在離開之前的一個月 1月1號爬山以後 後來去花蓮玩 來照顧自己的孫子 剛出生的孫子 來享受這個天輪之樂這樣 那就突然身體病痛 傳道娘就那時候帶她去看 職士娘就帶這個職士去看醫生 醫生就跟他說 你其實也不用管太多了 你先生想要吃什麼就給他吃吧 這表示什麼 就表示說其實他的生命 已經快要到盡頭快要結束了 也就是1月多的時候 他離開的前一個月 他的家人才知道說 原來他發生了這個病痛這麼久了 可是他卻沒有告訴家人 這想想其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面對這麼大的病痛 可是他沒有周圍的人幫助 我們常常在宣布帶導事項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周圍的弟兄姊妹 教會的弟兄姊妹 甚至是正耶穌教會的 其他教會的信徒會幫忙 信徒會幫忙為我們帶導 我們唱名帶導事項 他就會舉起帶導的手 可是職士他並沒有機會 來讓大家帶導 因為他選擇一個人面對這個身體的病痛 他覺得他想要藉著自己的能力 來完全交托 他憑著他很大的信心 來靠神的帶領 我們最後來看一個聖經 最後一個聖經人物 我們來看巴拿巴的記載 我們請看《使徒行傳》11章24節 《使徒行傳》11章24節 記載在《新約聖經》的180頁 《新約聖經》的180頁 我從24節以下開始念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 於是許多人歸服了主 25節 他又往大樹去找扫羅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 他們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訓了許多人 門徒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阿起手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 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內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 站起來借著聖靈指 天下將有大饑荒 這事到格勞丟 年間果然有了 於是門徒定義 照個人的力量捐錢 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他們就這樣行 把捐相托巴拿巴和扫羅 送到眾長老那裡去 這一段聖經的描寫 他說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大有信心 這個巴拿巴的好人 聖經的這個好人 原文的意思是 他有美好的特質 有道德 有正義 有良善 是一位很慈善的人 這樣子的人 他被聖靈充滿 結果後面的記載說什麼 二十四節末 於是有許多人歸福了主 因為巴拿巴的這些好的行為 讓人看出原來他跟神同在 原來他是一個有神的人 所以信了主 這裡還說到 基督徒是從安提亞開始的 也是從巴拿巴跟保羅去 步道的這個過程中 將福音傳到那裡去 在巴拿巴信主以後 他就很積極的投入事工 他熱心的傳道 後來就使徒決定 把巴拿巴 還派到安提亞去 傳福音這樣 那可是巴拿巴 並沒有忘記說 這個時候 大樹的扫羅 需要我的關心 所以他 也就是後來的保羅 他就找著保羅 帶他一起去安提亞這樣 那他到了安提亞 發生什麼事情 他到安提亞知道這個有預言 耶路撒冷要有飢荒的事情發生 所以他告訴他們說 你們安提亞的信徒 你們有能力的話 要幫助那些耶路撒冷的弟兄 甚至到後面的經文的記載 我們可以看到 巴拿巴雖然跟保羅起了爭執 他覺得不想 保羅覺得不想要帶馬可 可是後來 巴拿巴還是堅持帶馬可 所以他們分道揚鑣 後來到不同的地方去傳道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說 巴拿巴其實並沒有錯 他這樣子的培養馬可 這樣子的帶領保羅 也為初期的教會神 培養了兩個很重要的功能 從巴拿巴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見保羅 再看見馬可 都是因為他幕後有一個 神重要的功能 一個友好行為 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他有智慧 他知道怎麼樣行事 來幫助這些保羅 幫馬可 這些神重要的功能 來培養他們成為後來的領袖 我們看《使徒行傳》 第十一章三十節的經文 還有十二章二十五節的經文 可以看到 原本聖經在這段經文的記載是 記載巴拿巴和保羅 可是到十三節到十五節開始 結果變成了保羅和巴拿巴 就可以看得出來 巴拿巴也是一個懂得察言觀色的人 他看見保羅在傳福音的這個恩事 他願意推居幕後 來成為一個幫助保羅的人 所以他保羅有了後來的傳道歷程 就是因為巴拿巴很重要的這樣幫助他 他有耐心鼓勵安慰他 他也在安慰鼓勵馬可的過程當中 培養他後來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工人 從巴拿巴身上 我們可以看見兩個好行為 一個是他懂得尊主偉大 他不在乎是保羅在先 巴拿巴在後 或者是巴拿巴在先 保羅在後 不管是誰在前 誰在後 只要福音的工作 只要福音的工作往下傳出去 只要主的名傳揚開來 只要主的名傳到普天下去 誰的名在前面都不重要 他也不在乎在 一定要為首 一定要在前面讓大家看到 重要的是他尊主偉大 懂得退居幕後 將神的福音傳出去 第二個巴拿巴也懂得 在任何的時候 看見別人需要 一個有智慧的人 他並不是等到人跟他說 我需要你的幫助以後 才幫助他人 他是懂得察言觀色 看周圍的環境 就給予周遭的人幫助 巴拿巴在安提阿傳福音的時候 想到扫羅 他在安提阿的時候 又想到耶路撒冷的人 饥荒 後來的時候 他又想到馬可 正因為巴拿巴有充足的智慧 他是一個美好 美好有德性的人 所以眾人看見他這些好行為 來歸入主的名下 引人歸主的巴拿巴 他被聖靈充滿 我記得我在神訓班的時候 聽過一個比喻 傳道說 你們好像都清忽了你們所得的恩士 你們清忽了聖靈與你們同在的能力 你們清忽了神與你們同在 我們是聖靈所建立的教會 我們有神機騎士隨著我們 我們可以戰勝二者 面對這個世代這麼多的誘惑 我們有真道 我們有聖靈 可以跟我們面對這些外在的環境 是我們是不需要怕的 我們可以勇敢的將福音傳出去 你們好像都清忽了這些 他就講說 其實我們在一般的事實上 我們覺得醫生好像很厲害 醫生救了一個人 延續了一個人的生命 不管是癌症 不管是車禍 不管是內科外科 醫生可以將一個人的生命延續 可是你們 你們是將一個人的靈命延續 人的生命有一天 終究會衰老 走向生命的盡頭 醫生再厲害 也沒有辦法拯救一個人脫離死亡 脫離死亡不可能發生 可是一個人 也就是我們信徒 我們剛剛讀到我們有聖靈同在 我們懂得傳講真理的信徒 我們能夠救人的靈命 我們再跟魔鬼爭戰 我們救的人 他的命是到永遠 我們救人的靈命 他是要得到永生 所以你們往往輕忽了這個 你們好像覺得聖靈在你們身上沒有什麼 覺得好像神跟你們同工沒有什麼 事實上你們做的 比遠比醫生還來得重要 你們是要跟魔鬼爭戰來拯救那個靈魂有沒有得救 這是魔鬼最不想要看到的事情 他最不想要看到的就是人的靈魂得救 人的靈魂得到永生 那我們從今天的新約的這三個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 新約的聖經為我們留下諸多的榜樣 我們也要感謝神 我們身在真耶穌教會 我們是聖靈所建立的教會 早期使徒的時代是聖靈所建立的教會 真耶穌教會也是聖靈所建立的教會 我們要慶幸自己在真耶穌教會裡面 有神機其事 有聖靈與我們同在 那期許我們在新的一年 在靈恩佈道會來臨的前夕 能夠反思自己 在真道上懂得造就自己 那在聖靈裡禱告 那也盼望神來帶領我們 在新的一年當中 我們個人能夠被聖靈充滿 我們教會能夠與神同工 那我們今天的聚會到這邊 我們一起來唱讚美詩第230